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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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特点是一个持续性的孕极树影响 引起来的疾病 所以我们就要用孕极树来对抗 周极性的出血 那这个子宫内膜长期就是 它没有这个孕极树的对抗之后 它一个赠送 还有将来一个内膜癌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控制它的孕极树去 用一个孕极树对抗 那我们就周极树用孕极树 一个是后半期 后面就用一个孕极树 调整孕极 或者用这个病因药 用达应三五 这就是将熊调整孕极树 我们把它孕极树 控到中常的范围了以后 熊极树降下来了 那这个人需要就是考虑松育的问题 那我们就抽排懒治疗 抽排懒就是常用的 我们一般用的就是克罗米芬 克罗米芬比较常用 当然还有其他的药 其他像尿醋啊 溶醋啊 溶醋啊这一类的药物 那需要在专门的监测底下 应用 因为用这些抽排懒治疗的时候 它有个孕极树极树症 所以就是有一个专门的 就是专科大夫做这些治疗 再就是降糖 就是胰岛受抵抗的这些病人 我们需要一个降糖治疗 就是观察 感谢观察 感谢观察